早安 欢迎继续搭乘第二个小时的凤华早饭车 带您来关注今日头条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 26号在华盛顿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进行会面 王毅表示希望中美双方通过深入和全面对话 推动双边关系 止跌起稳 尽快回归健康 稳定 可持续的发展轨道 王毅与北京时间凌晨5点左右抵达美国国务院 并随后与布林肯会面 王毅表示中美两个大国有分歧也有矛盾 同时有重要的共同利益 也有需要共同应对的挑战 所以中美双方需要对话 我们要恢复对话 我们更要深入对话 全面对话 通过对话来增进我们的相互了解 消除误解和误判 那么不断地寻求扩大共识 开展互利合作 推动双边关系 止跌起稳 尽快回到健康 稳定 可持续的发展轨道 双边关系中 总会有这样大样的杂音 但是我们淡然出去 因为我们认为判断是非的标准 不是谁胳膊肃 也不是谁散开大 而是要看是否遵循了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规定 是否符合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是否顺应了时代发展进步的潮流 我们相信最终时间会和事实会证明一切 历史会做出公正的评价 谢谢 美国白宫则表示 除国务卿布林肯外 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也将与王毅会面 它会有机会 Mr. Sullivan obviously address areas of concern that we continue to have with some of the PRC behavior particularly in the South China Sea but it will also be an opportunity to explore ways in which we can continue to keep these channels open and to try to get open the military-to-military channel communication which is still closed part of this discussion the agenda will be what's going on in the Middle East and getting the Chinese perspective and certainly looking for ways to encourage them to be helpful 白宫称 这次会晤符合两国 维持战略沟通渠道的承诺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好 有关于王毅 26号在华盛顿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会面的更多消息 来看一下本台驻华盛顿记者王冰如 发过来的一个现场报道 那么今天王毅和布林肯 是进行了比较简短的 对媒体的讲话 但是现场的气氛 我觉得是比较融洽的 那么在刚才大家听到王毅的发言之后 布林肯就表示说 他完全赞同王毅的讲话 然后随后双方就进入到了这次的双边会谈 那么在王毅五点抵达美国国务院之后 在今天晚上七点 就是现在北京时间的七点 布林肯是在美国国务院为王毅举行晚宴 因此今天这个会谈大约会持续至少三到四个小时 现在会谈也仍然在持续当中 那么到明天布林肯和王毅会在美国国务院继续进行会谈 那么虽然今天在对媒体简短的讲话中 双方并没有涉及到具体的议题 但是美国媒体对这一次的访问 是关注度非常的大 也有匿名的美国白宫官员就透露说 向美方关注的议题就包括了现在的热点议题 比如说尾巴冲突 还有俄乌现在的战争 以及美方关注的近期在南海发生的一些争端 还有像芬太尼的问题等等等等 那么最为重要的 各方关注的就是此次王毅访问 是不是会为下个月在旧金山举行的 APAC中美元首峰会进行一个铺路 那么虽然现在白宫并没有正式的宣布 明天美国总统拜登会在白宫会见王毅 但是路透社的独家报道 现在已经出来了说是有这样的一个计划 之后是拜登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 会在白宫会与王毅进行一个 可能大约两个小时的会谈 因此这次整体的行程安排的是非常的紧凑的 而且除了美国的各界白宫国务院 还有美国的媒体关注 像美国的国会众议院的外委会主席 也发表了声明对这一次访问表示关注 同时他就指出说不仅要看双方的声明 更要看具体到具体的切实的成果 会达成哪些成果 不过华盛顿邮报就指出说 这次王毅能够来到美国 双方能够进行这样一个面对面的会晤 这次访问就已经成功了90%了 美国总统拜登27号在白宫会见 众议院议长约翰逊和众议院 民主党领袖杰弗里森 讨论向以色列乌克兰提供援助 和其他国家安全需要 白宫发言人就透露 约翰逊和杰弗里森在会面之前 听取了关于援助计划的机密简报 援助的总金额是接近1060亿美元 而国会必须在11月17号之前 通过国款法案避免政府关门 杰弗里森就强调 是时候结束混乱来恢复国会的功能 不过议长约翰逊虽然支持援助以色列 但是对为乌克兰提供更多资金不感兴趣 美国美英州州长在26号表示 25号晚上所发生的大规模枪击事件 已经造成至少18人死亡 13人受伤 枪手作案时所驾驶的车辆已经被发现 目前搜捕工作还在继续 由于安全考虑 事发地以及附近城市 全部进入到就地避难的状态 学校停课 缅英州的州长米尔斯在26号聚首会上表示 周三发生了刘伊斯顿的枪击案 造成至少18人死亡 其中6男一女共7名死者 是在当地的保龄球馆被发现 另外8人的死亡地点在当地的一家酒吧 3人是在被送往医院路上过世 官员表示 由8名遇难者身份已经确认 另有50多人受伤 据警方透露 在枪击案发生时 不少民众是在逃跑的时候发生了踩踏而受伤 截至26号上午 各地警方的收藏行动仍在进行 警方已经签署了一份逮捕令 枪手卡特犯有至少8项谋杀罪 其作案车辆在25号晚间被遗弃在里斯本 目前里斯本以及刘伊斯顿 均宣布全体居民就地避难 学校停课 有报道指 枪手出现在马赛诸塞州 但警方表示 目前没有任何确认枪手位置的报告 据缅英州信息与分析中心的公告 卡特是受过专业训练的枪械教练 目前为美国陆军预备役的军员 在今年夏天曾住进精神疗养院 分析指卡特拥有军事背景 他可能早已安排好藏身之处 让执法机构的维护行动增加难度 另外美国还发生了一起致命的枪械 来看一下今天星岛网的先关报道 根据北卡罗莱纳州的警方就称 在北卡州的东南部一个住宅之内 是发现了五人被枪杀 北卡州的警长向媒体表示 警方接到举报之后 派人到该县的克林顿市 加兰高速公路旁的一处寓所 揭发凶杀案 而发现屋内是五人重担身亡 那警方表示呢 调查人员还没有掌握有关于嫌犯的讯息 也不知道遇害者和枪手之间是什么关系 那警方方言人在发布会上还披露 受害者是四男一女 年龄从30到80多岁 欢迎回来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 26号在比什凯克会见 塔吉克斯坦总理拉苏尔佐达 李强指出 中方言同塔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 继续高质量贡献一带一路 充分发挥产业互补优势 扩大贸易投资 要加强交通基础设施 民航绿色经济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 深化体育文化教育地方等人文交流 助力两国的发展振兴 李强表示 中方言和塔方一道 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 全球安全倡议 全球文明倡议 更好应对全球挑战 促进共同发展繁荣 另外呢 再来关注到的是 在比什凯克书席上河组织成员国 政府首脑总理理事会期间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 分别会见了蒙古国总理奥云·额尔登 以及伊朗第一副总统穆赫贝尔 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下榻酒店 与出席上河总理会的多位领导人 密集会见 包括蒙古总理奥云·额尔登 这是时隔四个月 两人的第三次见面 李强说 明年是中盟建交75周年 也是两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十周年 就强调要以此为契机 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 给彼此的发展重心 提供更多的动力 奥云·额尔登说 期待两人第四次的见面 去在乌兰巴托 蒙古期待明年的GDP 可以强劲地增长到7%的水平 而这其中期待 与中国有更多的务实合作 另外李强还与伊朗第一副总统 穆赫贝尔会面 李强说 伊朗在国际和地区事务当中 具有重要的影响 今年伊朗先后成为了 上河组织和精装国家的正式成员 就说这是众望所归 穆赫贝尔就感谢中国 在很多问题上 与伊朗都有着一致的立场 他也谈到了霸易冲突 穆赫贝尔也说 希望中国能够更多地 在伊朗开展投资 并承诺可以让中国的投资者 获得更好的收益 包括游戏资源的开发利用 这次上河组织成员国 总理理事会 一共是通过了12份文件 并且发表了成果联合公报 上河组织秘书长张明在会后也表示 在全球动荡局势的背景下 总理们不可能将政治问题 完全排除在议程之外 他并且表示 经过20年的发展 无论国际社会经历何种的动荡冲击 上河组织都在以稳定 并且是充满活力的模式运转 富王卫视 胡宁陈奇 以示凯克报道 发与冲突在今天进入到第20天 以军表示 在对加沙的一次袭击当中 击毙了哈马斯情报局的副局长巴鲁德 以军又表示 针对加沙地带的有限的地面进攻 26号的晚间还将会展开 并且未来几天会更加的有力 另外 加沙卫生部门表示 三周来的冲突造成了7,028人死亡 18,484人受伤 而联合国驻加沙机构就指出 急需燃料用来维持拯救生命的人道行动 再不收到燃料的话 一些工作只能停止 而未来24小时 对于加沙来说至关重要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湖 26号请网负加沙边境地区 社区重建的部门视察 以军26号表示 他们已经对受损的严加沙边境 安全围栏展开修复 清除爆炸装置 并安装新的监控系统 在距离边境围栏三公里的 霍利特集体农场 哈马斯7号突袭留下的破坏情况 触目可见 一批急救人员26号重返当地 回忆当时他们看到的情形 哈马斯突破围栏 闯入这个住了许多老人的小社区 以军又发放视频 显示7号当天以军与哈马斯交火 重夺据点的经过 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 当天发布视频声明 对尼巴嫩真主当喊话 表示以色列没有兴趣扩大战争 但和哈马斯是你死我活 以色列没有选择 必须赢得这场战争 以军26号在和黎巴嫩的边境 举行念念 似在威慑真主当武装 联合国难民机构 近东救济工程处26号 透过社交媒体贴文 表示燃料库存几乎已完全耗尽 警告如果没有燃料送进加沙 他们很快将不得不停止 人道主义援助行动 与此同时 加沙民众对避难所 水 食物和医疗服务的需求 越来越迫切 救济工程处并说 过去24小时又有三所联合国学校 因为附近遭空袭而受到连带损贵 一人丧生 15人受伤 26号当天 加沙地带南北依旧硝烟四起 美联社的报道指出 当地持续遭受残酷的封锁 粮食 饮水和医疗都已耗尽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加沙卫生部门26号发布了一份 长达212页的文件 详细地列出了巴以新轮冲突爆发以来 加沙地带超过7000名丧生巴勒斯坦人的身份 以反驳美西方对巴方伤亡数字的质疑 而鉴于加沙的紧张局势 联合国大会26号举行特别会议 呼吁巴以双方立刻停火 并且继续向加沙地带提供 紧急人道援助 在联合国大会特别会议上 约旦副首相兼外交与乔务大臣萨法迪表示 以色列正在把加沙变成人间地狱 而这种创伤将持续困扰几代人 萨法迪强调 灰色地带没有容身之处 必须捍卫和平和正义 巴勒斯坦常驻联合国观察员曼苏尔 也在会上指责以色列 在加沙死亡人数不断增加的情况下 继续其野蛮行径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当天也发表电视演讲 抨击欧盟未能呼吁停火 并指责西方对穆斯林的苦难莫不关心 埃尔多安表示 土耳其已向埃及派遣了10架飞机 运载人道援助物资 此外 还有25名医护人员也已前往埃及 埃尔多安此前一天将哈马斯描述为一个 为解放而战的团体 而不是恐怖组织 他并宣布取消出放以色列 另一方面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26号重申 美国不相信哈马斯公布的冲突死亡人数 并补充称 美国发现俄罗斯在巴以冲突中 根本没有发挥任何建设性作用 针对美国总统拜登和以色列军方 此前质疑加沙当局公布的死亡数字一事 加沙卫生部26号发布了一份长达212页的文件 详细列出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 丧生的7000多名巴勒斯坦人的身份 当中包括各遇难者的姓名和身份证号码 巴勒斯坦总理阿什提耶就表示 部分西方领导人只选择自己想看到的 而忽略现实 以色列虽然至今还没有向加沙发动 不过一人是动作频频 根据本台在加沙的特约记者阿克拉姆 所掌握到的消息 一军在加沙的北部和东部 都已经采取了地面行动 另外美国和以色列反对停火 认为现在停火只能对哈马斯有利 而国际上还有声音提出要建立安全走廊 将加沙平民迁往埃及西奈万岛 而加沙的民众则是认为 这实际上是让他们被迫地迁离故土 失去家园 来看一下在本台特约记者 在当地发回来的加沙现场报道 What kind of information do we have about the ongoing incidents not far away from the Gaza border in Khan Yunus area east of Khan Yunus in the south of the Gaza Strip there were some limited number of Israeli soldiers that were entering trying to enter Gaza and according to the Palestinian resources and to the Palestinian sources alike they were killed and they had to go back to their base in the enclave or in the Gaza border and also there were some reports about in the Gaza in the Gaza north that there were some Israeli troops trying to conduct some ground activity it's not an encouraging it's rather a movement and mobilization of the tanks and of the soldiers into the land of Gaza the land that has been intensively bombarded and where the houses were leveled up but they failed to continue towards or to proceed into the Gaza Strip I think those civilians according to the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charts and covenants they deserve to be spared from the ongoing and unnecessary suffering that they have been through I think that the ceasefire is going to serve the best interest of those civilians who have been living for 20 days under heavy bombardment that is non-stop I think when they are calling for the humanitarian passage they are calling for the displacement of the people of Gaza when they are saying a humanitarian passage they are saying that they should be allowing people of Gaza who are under the heavy bombardment to move from the Gaza South to Egypt and that was publicly stated by Israeli officials when they said and when they asked people of Gaza if you are seeking safety move to Sinai and I don't think Gazans accept that and I think Gazans who were moving from Northern Gaza to Southern Gaza were killed on the way to Southern Gaza and also some people who are living in Southern Gaza are killed continuously so people are looking with a great deal of suspicion and mistrust with those statements that looked to them like statements aiming to displace them from Gaza to Sinai to Egypt 国际社会 呼吁以色列 停止对加沙的袭击 让更多的人质获救 但是有 以色列的民众就认为 巴印双方 多年累积的信任 毁于一旦 巴勒斯坦人 要对此负责 特拉维夫市中心失踪 和被绑架者的照片墙前 有家属在交集等待消息 这位母亲27岁的小女儿 自10月7日就下落不明 两个同行的朋友 已经确认身亡 we have no film and because of that we have no clue from Israel government and the Hamas doesn't give a clue so we don't know where they are where are my daughter my big daughter interviewed to the media to ask 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to help us to find or to ask the Hamas to give us name something to know where are our children my daughter 哈马斯释放四名人质 数百个还在等待的家庭 情绪大起大落 虽然悲痛 但这位母亲依旧表示 巴勒斯坦人和哈马斯 不应混为一谈 哈马斯是个人 但也有以色列民众认为 巴勒斯坦人都应该为屠杀犹太人负责 但也有以色列民众认为 巴勒斯坦人都应该为屠杀犹太人负责 给吾沙克人 那些人在家里面 也有之间 这个与现在 遇到什么事 都尽量 很多这种疾病 方法 刘 中 都尽量 有些人在那裡有很多勇敢去增加平衡 他們也找到工作人員從 Gaza 讓他們的環境變得更好 我會說這個給所有的Palestinians 你們全都負責,你們全都讓我們下降 我以為我們可以跟他們做平衡 這是我做的事情 但現在我現在不知道 以巴雙方多年來累計的和平進程 似乎毀於一旦 以色列民眾對於遲遲沒有發動大規模的地面攻勢 也頗有不滿 希望以軍能及早行動,解救更多人質 在藝術館對面這棟高樓 就是以色列的國防部大樓 那麼在美術館的地面上 現在有一個橫幅 寫的就是Bring them home now 現在就帶他們回家 這也是以色列民眾對於國防部的一種無聲的控訴 鳳凰衛視特派記者劉備 以色列特拉維夫報導 以色列對加沙地帶除了空氣之外 目前也已經發動了有限度的地面軍事行動 加沙地帶的人道主義危機繼續在加劇 更多相關內容 我們請來時事評論員鄭浩先生為大家提供分析 鄭先生您認為巴以局勢會不會繼續惡化呢 而這次的衝突再度激化會對國際局勢有怎樣的衝擊和影響 兩個問題首先回答你第一個問題 以哈戰爭還會繼續 以色列不會就此罷首 他們一定要剷除哈馬斯 而同時我們看到以巴雙方的死亡的人數正在積極的增加 那麼巴勒斯坦特別是在加沙地帶的巴勒斯坦平民的死亡人數 已經遠遠的超過了以色列平民的死亡人數 現在基本上是8比1的比例 而且很快將會突破這樣一個比例 那麼同時我們看到在加沙的人道主義災難還在加劇 而國際的救援仍然沒有辦法或者是遲遲不能到位 這樣的話就讓加沙整個的情況處在一個非常危險的一場災難之中 那麼一個好消息就是剛剛看到 以色列方面已經基本上原則同意 可以和以色列方面交換人質 或者是叫有限度的來交換人質 來確保以色列的平民或者其他外國籍的平民人質的安全 那麼這樣的一個消息 雖然還沒有進一步的一個細節 但是毫無疑問對於人質危機來講 恐怕也是露出了一絲的曙光 那麼第二個問題就是這場以哈戰爭 對整個國際局勢的影響 毫無疑問目前的國際社會都非常非常的擔憂 由於兩場戰爭已經造成了整個世界秩序 處在一個崩潰的邊緣 兩場戰爭指的就是國務戰爭 已經是進行了一年八個月 那麼以哈戰爭已經進入到了第21天 還在進行當中 那麼在過去的原有的國際安全架構 國際學議也包括俄烏方面的這個協議 包括以哈 以巴方面的一些協定 都已經完全的破碎 而且最重要的是整個用來監督國際秩序 最高的機構 聯合國安理會 現在沒有辦法拿出具體的行動來減少 可能因為兩場戰爭對整個世界帶來的進一步的災難 我們看到的在聯合國 大家都是你爭我吵 各控喊話 無論是大會還是安理會 到目前為止仍然拿不出一個具體的方案 來讓這個以哈雙方 暫時的停火 讓這個人道主義救援的隊伍 或者是資源能夠進入到這個加沙 幫助那裡的受盡貧困危險困擾的巴勒斯坦平民 所有的這些都說明什麼呢 兩場戰爭已經造成了一個非常明顯的一個特徵 東西方嚴重的分裂 熱戰和冷戰或者叫新冷戰同時並存 這是一個非常可怕的一個局面 所謂的熱戰就是俄乌戰爭和以哈戰爭 而新冷戰就是大國之間的 因為意識形態制度和政治立場完全不同 因此呢沒有辦法能夠共同的來應對 兩場危機兩場戰爭 那麼這個呢就是導致世界 或者叫國際秩序進一步崩潰 滑向一個全面失控的一個最根本的原因 那麼這裡面當然我們看到 美國西方國家採取了這種雙重的標準 一味的選邊戰支持烏克蘭支持以色列 而對巴勒斯坦平民對巴勒斯坦的正義的事業 對俄羅斯的安全上的顧慮完全是視而不見 而且呢他們還在向這兩個熱點的地方 發生戰爭的地方提供武器裝備 最新的消息講 有900名美國的士兵正在趕往中東地區 雖然他不會參加以色列的地面作戰 但是毫無疑問提供武器裝備 派遣軍隊航空母艦只是火上交友 因此呢從國際上的整個的全局來看 熱戰和新冷戰同時並存的 這樣一種非常危險的情況正在發生 或者是已經在發生了 而世界上特別是大國 對此竟然毫無辦法束手無策 那麼這樣的話呢 國際社會有理有擔心 兩場戰爭再加上新冷戰 會讓世界和平穩定的 這樣的一種架構秩序 有可能完全崩潰 兩位 據新華社報道 中國共產黨第17届 18届 19届 中央政治局常委 國務院原總理李克強 近日在上海休息 2023年10月26號 因突發心臟病 經全力搶救無效 於10月27號 零時時分 在上海逝世 享年68歲 來關注香港 香港特區群眾長官李家超 在發表第二份 施政報告之後的第二天 接受了本台的獨家專訪 他說報告內容較多的是 希望能夠照顧到各個方面 對於當局將會在明年之內完成 基本法第23條的立法 李家超表示 立法對於營商環境有利無比 走進香港特區行政長官辦公室 李家超和團隊繼續戴著綠色的領帶 而這份施政報告的封面 也繼續沿用綠色 李家超說選擇綠色是因為綠色代表了發展希望和活力 他在立法會用了大約三個半小時宣讀報告 是歷來最長 外界有評論認為這份施政報告很詳細 涉及到方方面面 為什麼今年的施政報告事無巨細 李家超在接受本台獨家專訪時表示 報告里有新政策 也延續了去年 但需要兩三年才能完成的政策 但任何對香港整體有利的都會推進 我感謝我在基礎以及其他的強盒 包括我入區的時候收到很多意見 收到大概8700份以上的意見書 我很重視 我從每個意見裡面都要求大家很用心的研究 就是因為這個原因 所以我們希望盡量去覆蓋不同的範圍 今年比上年的整個報告的技術是比以前多 這一次是三萬五千個字 第一年的應該大概三萬一千吧 所以我們希望盡量把所有的範圍都照顧好 施政報告開頭就有關於維護國家安全的段落 李家超也提出了香港回歸超過26年來都還沒有完成的一項限制責任 也就是就基本法第23條立法 還明確要在明年內完成立法工作 為什麼要聘機制責任 要希望為民生天幸福 那麼不安全不穩定兩個都做不了的 政府當然有一個決定 政府當然有一個決定 要確保香港居民享有的自由和權利獲得充分保障 也解釋給世界知道 因為香港是國際程序 很多投資不同的地方的人都會來香港 就好像他自己的國家都有國家安全法 才確保他安全穩定的發展去生活 第一是需要的 人權自由都保障的 對整體的經濟發展 對影響環境是有利無必的 李家超也表示會向香港市民解釋立法的好處 相信大家都會很理性地看待這個問題 鳳凰衛視顯智香港報導 另外對於進一步搶人才策略 李家超說 目前世界經濟引擎正在東移 他希望通過首批在越南等東南亞國家放寬簽證 先生奪人把握當地的人才與機遇 香港新一份施政報告中 有不少進一步搶人才留人才的措施 為什麼首批提出向來自越南 老挝及尼泊爾的人才放寬簽證呢 行政長官李家超接受鳳凰衛視獨家專訪時表示 東南亞是香港的鄰居 與香港具有較大合作潛力 希望通過政策先生奪人 把握當地人才與機遇 整個經濟引擎也是吸的向東移 所以我就希望呢 盡量利用這個機遇呢 吸引多一些人才啊 商界啊 甚至於讀書啊等等 很多國家經過多年的經濟發展 啊 他自己都已經培養很多人才 已經到了 我覺得呢 對我們呢 很多方面都有利 而且風險啊 非常可控的情況 所以我們在這方面會繼續推進 但是現在有一種說法 有人提到說 看到我們香港現在吸引的人才 主要還是集中在內地 國際人才對香港的興趣 似乎並不太大 您怎麼看這種說法呢 原因是什麼呢 因為疫情原因 香港比其他一些地方 它全面通關 有一個時間向的差別 有一些人那個時候不知道 香港全面通關 還有多少時間 就可能的工作的原因呢 就搬到另外的地方 現在也都看到了 很多搬出香港的 現在也搬回來了 我相信這個情況 會繼續 會有更多的 因為香港本身 它這個基因啊 就有吸引力了 而他也提到 即便從人數比例上看 香港對內地人才 吸引力更大 也是兩地高度融合的正常情況 另一方面 也有不少香港人才 到大灣區內地城市施展拳腳 大家看到 我們當然比較大量的是 內地人才 這也是正常吧 因為香港是我們國家一部分 而且我們也推動了 積極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香港跟內地高度融合 是一個多營的 而且一個非常正確的方向的 我們都是一家人嘛 李家超說 特區政府會不斷審視 在各個國家及地區搶人才的情況 適時擴大放寬簽證的範圍 或推出更多配套政策 加強人才建設的成效 更多專訪內容 請繼續關注後續報導 鳳凡豪衛視陳其曼 香港報導 在26號的施政報告 相關措施記者會上 香港財政司司長 陳茂茂波在回答 關於如何在施政當中 改善香港IPO市場時 她表示股票市場表現 影響到上市集資的數量 只有促進股票流動性 做好股票市場 才能夠提高企業來港上市的意願 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李家超 25號在立法會發表新一份施政報告 在26號的相關措施記者會上 多位司局長就各領域相關措施 做詳細解讀 施政報告提出強化八大中心 其中就包括了國際金融中心 而香港IPO市場 2023年首三季度 僅入得44總IPO上市 較去年同期減少65% 對此香港財政司司長陳茂波 在回答鳳凰威視記者提問 關於如何在施政中 進行改善是表示 股票市場表現影響上市幾次數量 認為只有提高了股票市場流動性 做好股票市場 才能提高企業來港上市意願 我們的想法是這樣 要把香港的股票市場做好 要提高這個流動性 提高流動性的話 對股價也有支持 流動性高了股價高了 那來上市的企業的意願就好了 行政長官或者是我自己 以至於我們其他的 這個政策局的局長 我們從開拓更多的 好的公司來上市 吸引更多好的資金來香港 我們跑了不少地方 中東東東南亞都是一些 其中的目標 陳茂博又指今年財政赤字 會較年初預算時高 除了因為施政報告內的新舉措 主要因為印花稅和賣地收入 都比預期少 國際貿易中心方面 特區政府會繼續鞏固於 東盟中東等市場的商貿合作 爭取緊早加入RCEP 即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 對於具體何時可以加入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 邱英華在回答 鳳凰律師記者提問時表示 希望最快明年可以加入 但是RCEP本身 它有很多這個會員 在國家裡邊還沒有審批 最近就是在大概6月份左右 就完成整個程序 完成程序以後 他們開會就要審視 所有申請的要求 但是在最近開會當中 他們還沒有確定 這個新會員加入的要求是怎麼樣 我們是期待在11月份 他們在開會的時候 可以落實這個新的會員 申請的情緒 能不能進發審批 我們也希望就是明年有機會 進發加入這個奧審 鳳凰威視盧西文相關報導 太湖世界文化論壇第七屆年會 26號在北京鳳凰中心 舉辦了全球文明倡議 高級別對話 各國政要國際組織代表 專家學者圍繞世界文明多樣性 以及文明傳承與創新等議題 展開圓桌對話 今年3月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 首次提出全球文明倡議 並系統闡述了 關於探索現代化道路的認識 太湖世界文化論壇26號 舉辦的全球文明倡議 高級別對話上 中聯部副部長孫海燕表示 中國主張對本國歷史文化 有堅定自信 同時也認為 對不同國家都應平等相待 共融共存 現代化不必然等於西方化 西方化也並非完美的模板 每個國家應該都有權利追求現代化 也有可能依托本國的歷史文化和國情民意 走出一條具有本國特色的現代化道路 當前俄烏戰爭巴以衝突仍在持續 意大利前總理太湖世界文化論壇 名譽主席普羅迪表示 世界正處於最艱難的時刻 溝通和對話顯得尤為重要 Tension, provocation, hostility are increasing almost everywhere So I think that what we can do in this framework 太湖世界文化論壇的主辦方之一 鳳凰衛視董事局主席兼行政總裁徐薇表示 文明對話、文化交流需要更多面對面的溝通 同時也要注重運用新技術、新渠道來更好貼近年輕人 文明傳承與創新一定需要更多跨文化的交流 需要持續的對話溝通 更需要對人類的未來和文明的力量有堅定的信念 鳳凰衛視願意與軍同行 為文明交流互建、傳承創新做出新的貢獻 以文明互建、共創人類文明新形態為主題的 太湖世界文化論壇第七屆年會 從26號到28號一連三天在北京鳳凰中心舉辦 將圍繞數字化發展、人口老齡化、文化與經濟等議題 展開多場論壇對話 鳳凰衛視周江信也博健北京報導 稍後回來帶您關注財經方面的消息 一會見 歡迎回來 美股三大指數週四收跌 科技股跌幅領前 並且拖累納斯達克指數 陷入到回調的虛域之後 跌幅進一步的擴大 市場繼續關注七大科技公司的財報和展望 美國三季度GDP按年增長了4.9% 創下近兩年的新高 投資者擔心 國債收益率會維持在高水平 詳細來看本台著紐約記者發揮來的報導 我們來看星期四 華爾街股票市場走勢情況 美股三大指數早開盤就下跌低開 隨後全天都是負面盤整收盤時 也是以跌勢作手 那只可以說現在已經正式進入了一個盤整區 從今年三月份的頂峰 現在下跌幅度是超過10% 而這兩天也是連連呈現走低 主要這個星期是科技產業的大型龍頭公司公布業績 紛紛都不如市場預期 雖然是總的營收和美股營利基本上還是向好 但是對前景和旗下個別業務市場都是不滿意 所以進行了重量級的拋售 到目前為止 本周公布業績以來這七大龍頭股 其中包括微軟 蘋果 英偉達 臉書 特斯拉 亞馬遜 以及谷歌總共的損失市場值 已經達到2000億美元 雖然盤後在星期四的時候 亞馬遜公布業績 每股經營利還是強力超出市場的 53美分 達到94美分 總營收也好 但是旗下的雲算業務也是略微偏差 雖然盤後交易還是呈現走高 但是不排除星期五 繼續會受到投資人的刨壓 所以整體的納斯拉克生活指數 是相當的弱勢 另外是道琼斯平均工業 只當中升幅最好的是 IBM公司上升了4.87% 跌幅最大的也是 微軟公司下降幅度3.75% 納指100指數可以說 京東升幅是相當的強 是第二大升幅的個股 上升了1.8% 而標準Pro500指數 11檔行業股是房貸 成縣最好的升幅 上升到2.15%的升幅 電區內果跌幅最大 2.58% 那麼現在市場預期 是投資人的冒險心態 是相當的弱勢 審慎心態是相當的強勢 所以很多資金 從股市撤出 進入了摘卷市場 收盤時 十年長債 收益率是4.85% 而油價是下降了 2.55% 83塊2毛1一桶做收 黃金價格是略微小幅 上升0.131997.40美元 一盎司做收 以上是新一次情況 鳳凰威士旁哲 紐約報導 日本東京電力公司 週四宣布 將在11月2號啟動 第三階段浮島核污染水的排海 歷時17天 而在浮島核電站 由於發生了污水外泄的事故 有兩名工人遭到輻射 已經送醫治療 日本東京電力公司 週四宣布 將從11月2日起 啟動浮島核污染水第三輪排海 計劃歷時17天 排放7800噸核污染水 東電稱 對即將排放的核污染水 進行核輻射分析後發現 放射性川等核輻射濃度 都低於日本政府規定的標準 浮島核電站 將從10月30日起 著手第三輪排海的水備工作 之後將海水稀釋過的水 注入大型水槽 再次檢測放射性川的濃度 日本計劃到2024年4月之前 供給排放3萬1200噸核污染水 放射性川的核輻射總量為5萬億倍可 而在浮島核電站 週三發生核污染水過濾設備管道 脫落事故造成100毫升肺液外泄 有兩名工人身體接觸到肺液 其中一人遭受到6.6毫吸服輻射 除面部外全身都遭受肺炎污染 另一名工人雙手和下半身遭受污染 兩人已入院治療 福皇威士 李淼 沈尼哲盛 日本東京報導 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26號 在白俄羅斯首都明斯克表示 如果美國在一些歐洲國家部署核武器 俄羅斯將會採取回應措施 拉夫羅夫還和白俄羅斯總統盧卡深刻會面 批評美國把歐洲分裂成了兩個陣營 拉夫羅夫在明斯克參加一個 以歐亞地區安全為主題的國際會議時表示 包括美國在內的西方國家用自己的雙手 葬送了歐洲的互信機制和軍控系統 拉夫羅夫還表示 在北約影響下 歐洲安全與合作組織已淪為邊緣化機構 北約的擴張以及美國在歐洲國家部署核武器 破壞著地區局勢穩定 同時是對俄羅斯的戰略威脅 另外拉夫羅夫當天還與白俄羅斯總統盧卡深刻會面 期間批評指 在美國的受益下 將擁有豐富資源的歐洲大陸分裂成了兩個陣營 雖然在蘇聯時代和冷戰時期也有過此情況 但那時經濟聯繫都沒有中斷 而現在因為美國 歐洲正在面臨直接的損失 鳳凰衛視綜合報導 近期以色列持續空襲加沙地區 並且發動大規模的地面進攻 鳳凰衛視一虎一基潭分別獨家專訪了 巴勒斯坦洪新越總幹事吉拉尼 以及以色列駐港總領事藍天明 聯合國世衛組織多次警告 由於缺少生活物資 加沙地帶人道主義局勢 瀕臨災難狀態 如果以色列總統主席 尼泰尼亞胡 能有機會去見 Gaza Street 就知道 什麼照片會看到 他會看到 他會看到千萬歲 多於2,500歲 他會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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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號聯合國安理會就巴以局勢 舉行高級別會議 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 再次呼籲實現人道主義停火 他會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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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损失达到93亿美元 加拿大工会的360名工人 因为与圣劳伦斯航道管理公司 发生了劳资纠纷 25号发动罢工 这也导致加拿大与美国通过五大湖 进行的货物运输受到了严重影响 美国狄特律维恩俊港务局就表示 此次罢工导致圣劳伦斯航道系统 15个船渣中的13个被迫关闭 而此外罢工还影响了 8艘计划开网底特律的船只 这些船只运载着大量的 汽车业所需的钢材 以及建筑业所需的水泥等 而受影响的船只数量 可能还会继续增加 加拿大政府已经命令劳资双方 重新与联邦调解员进行谈判 直到达成协议 圣劳伦斯航道是大西洋 和五大湖之间的通道 全长约3700公里 今年至今已经创造了 超过160亿美元的商业收入 感谢您搭乘今天的凤凰早班车 稍后我们还有其他的新闻 请不吝点赞 彂其вод酷